下面是女妖舞曲 在练这首乐曲之前 因为这首乐曲接触到第四指的降号 迎接在明玄拉降细 在第24页这个发声练习里面 有两个降号的就断了 刚刚我没让他拉 我建议这个练习 放在这个乐曲之前再练习 这个对他有用 前面呢 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第四指拉这个降细 练的用处不大 放这个曲练最好 这都学过了 现在是四指拉降细 对靠近这个三指 好 先练习这个 第二个 这个里边比较困难呢 就是三菱音和这个敷点拍子的区别 往往都把它拉混了 三菱音拉上前面两个块 后边一个长 敷点呢 后边音符拉得不准 有的它拉得像 三菱音明显的要区别一下 你现在把这两个对比 在这个拍子里 这是平均的三菱音 这就不对了 对 有的小孩拉成这样子 前两个块后两个慢 后一个慢 那这种节奏呢 你把它拉成个三菱音 给大家听听 后边的音拉长了 就是成了三菱音 这两个千万别混了 这是个明显的区别 这是这个曲子 需要练的重点 还有一个呢 这个曲子里边 也是需要做出工资的安排 那么三菱音 基本都是在 中工上半工附近拉 这个三菱音之前 经常有一个大的拳弓 那么这个拳弓 不要跑到弓根去 比如像第二行 有的小孩把这个上 这个音拉得很大 那么后边的三菱音 拉起很困难 注意就安排 这里有一个困难的句子 是在倒数第四行这 是因为有一个 发到第二圈的都 所以给后面找那个降息 拉这三很大困难 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要先省略一个音 你练一下这个行 大图第四行 拉松弯 慢点 不停去掉 对 吸收拉松弯 好 我有意识地把这个 都摁掉 不让它拉 那么你下面 拉这个都的时候呢 头脑里边 依然要想到 下面那个吸收拉松 在什么位置上 对 练习的时候就注意这些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